前段时间失眠还蛮严重的 我这个年纪的男生可能正是一个 特别容易想很多事情的 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的话 我包里可能会有一些层面上癌的话 其实我突然痕症还蛮严重的 突然滴血糖 然后导致自己整个人头晕 然后有一些要晕倒 我每拍完一部戏都会思考人生 某些时候对自己非常严格 我每天走多少公里 刘花燃 你要慢一点 我在村邦出行的时候随身会拿的包的话 这应该会是单肩包吧 比较方便装的东西 我今天的造型花了 花了十分钟 对因为有试一下 然后之后看一下 因为有裁缝的师傅在 然后他会看一下尺寸哪里有不合适 他会做一些调整 在我一处里三秒上角 潮流单体是痘痘鞋 为了搭配今天脚上这双鞋子的滑滑 专门发一条微博 问大家喜欢哪一个 对然后最后选择这双白色的 在手机的记不去上了吗 我每天走多少公里 我手机 没有记不去 对因为我没有开那个定位系统 所以说其实我那个部署不显示 导致我之前有一天我爬了八个小时的山 然后爬下山之后 我就说那我今天微信部署一定是最高的 然后结果发现我没有开那个功能 忙的时候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的话 我包里可能会有一些坚果和一些硬糖 是这样的 因为不然有的时候容易突然滴血糖 然后导致自己整个人头晕 然后有一些要晕倒这样子 某些时候对自己非常严格 对在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 会对自己很严格 但是一些生活的层面上 原因的话其实我突然痕症还蛮严重 每天我大概思考的时间可能有两个小时以上吧 因为很多的思考是碎片式的 很多时候在车上 在吃饭的时候 在刷牙的时候 每天最长的思考时间其实都是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每拍完一部戏都会思考人生 有的时候不拍戏的时候也会思考人生 因为我这个年纪的男生可能正是一个特别容易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吧 再加上本身我也是这样的性格的人 我最近一次焦虑的话 一周前 差不多 一周前 会有 我前段时间失眠还蛮严重的 但我就找中医 然后有吃一些药 然后有再调理身体 因为前段时间失眠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年的时候 我时差 太严重了 然后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睡的会比较晚 然后导致我回北京之后也一直 睡的很晚 时差一直没倒过来 然后前段时间有吃中药 调理 然后本身好一些 结果又有一个去非洲的行程 所以这次回来到现在为止 现在还有失眠的困扰 我是属于这种 就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没有手机用的时候 我就还OK 因为我之前在非洲的时候 其实信号很差 然后加上没有充电的地方 所以说我手机基本每天都 看手机的时间可能不超过半个小时吧 然后其实我就OK 但是如果平时我在闲着无聊的时候 我可能会时常看手机 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最大的普通可能是在工作上吧 因为我工作时候的自己的状态和生活里自己的状态 其实会有区别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而言 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愿意多想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说可能我觉得我一直会觉得说可能是自己的经历太旺盛 然后所以说我就平时比较喜欢做一些动脑子的事情 然后包括玩游戏大部分也是意志类的游戏 所以说我性格是这样的 当我觉得自己在工作中露出囧态的时候吧 下一步我最想要尝试的挑战 跳伞 此刻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 廖花燃你要慢一点